为什么屁股是竖着分成两半 而不是横着分 横着分跑步像打块板一样 把502当成开塞路用了怎么办 那不就堵了呀 你赶紧去医院吧那就 今天上班被公司时髦的女同事们嘲笑了 因为我桌上摆着大宝 我要不要咬咬牙买贵一点的 像海兰之谜这种 要用掉我两个月的工资 有必要吗 有必要啊 咱咱钱买贵的呀 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呀 里边那用料贵 那价格肯定也得贵呀 而且作为一个都市白领 能融入同事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但是吧 平价的东西不一定研发就比贵的要差 很多时候那些贵的呢 都把钱花在宣传还有包装上了 成分表里一堆东西可能吸收着还没有评价的好用 你看咱小时候没有那么多品牌大宝用的不是也挺好的吗 好了你们都不要吵了 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小姐姐 没必要跟风买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东西 你用着哪个舒服才是王道 现在天猫生十一无论是大牌还是国户 现在买账就送账 天猫生十一预售开始了 全场好物一会多 动态比加不怕别 爆款清单骗入 淘宝百亿补贴天天有好价 补贴那是超级大额的 点击下方链接解锁更多低价福利 好不好漂亮 嘿嘿 嘿嘿嘿